你好 欢迎收看7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火德新军在民俗上成为火神 而消防人员也奉赐火德新军为守护神 21号上午花莲县副县长严新章率领吉安乡长游淑珍 消防局长林文睿 消防以及益销代表等人一同来参拜祈福 齐祝新花莲县四十无灾何尽平安 副县长严新章表示 借由今日的祈福仪式及宣导活动 期望花莲县何景平安四十无灾 透过持续为花莲县传递正确防火防灾知识及观念 将灾害发生的频率降到最低 打造幸福安全的城市 城乡拜 再拜 三拜 疫情期间前线医疗量能打爆炸 庞大的救护量能让第一线消防人员相当辛苦 不仅得穿上闷热的防护装备再运病患 运送之后仍需负责车辆及各项装备的消毒工作 坚守岗位的精神令人有种感佩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